哈囉很高興終於要講重點號 如何提到喜歡的呢 我們回到我們桌面吧 這時候你看到它的紀錄的部分 你在創建的時候它開始就會有個 你添加這幾個 這是你第一次初始化的時候 自動產生的 好那這時候我們很快速 我們建立一個File 1 叫做File 1 這時候你看一下 它就真正讓你產生一個File 1 我們 好這是title 這是我們的名稱 這是描述 好 這時候commit to matter commit就是提交 提交這個版本到我們的mast 就是我們所在分支 那預設呢 其實你什麼都不要做話的 我們全部都會在mast的主要分支上面進行運作 所以你這邊 可以先不想太多 那mast呢就是在這邊 以後呢 比如說你有很多東西你想要在 做測試1 測試2測試3 你可以開不同的分支在做測試 但是通常一個人開發其實就在mast的一個分支上面進行就可以了 好 比較上去呢 啊消失了 那跑去哪裡呢 哇 我總找不到它了 其實版本控制的概念是這樣子 這也是改動 那改動完的東西呢 他們就會全部進到我們的版本控制 所以在history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版本控制的喔 好 我們這裡創建的第一個檔案 喔 它很酷耶 它是空的 但是我們 幫它寫些東西好了 那我們先加一個 好 把它促進起來 喔 它真知道你添加了 非常快速學習版本控制 好 那我們 這個 其他的命名 叫做 ver1.1 表述就先不達了 提交 OK 它又進到我們版控了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v ver1.1的版本 好 這時候 我們繼續來做v1.1.2版本吧 加上一台 我不要改動 這裡加上了一台嘛 可以看到它自動偵測了 然後 ver2.1 好 再度提交 那 讓我們呢 記錄 喔 看到了 很酷的程式 加上結束指令 好 結果我今天我發現 我程式跑到這裡 就跑不動了 那我覺得這個版本可能有點問題 我想要恢復可以正常運作的版本 這邊 的話 那對著你想要還原的那個版本 這邊 進行右鍵 revert 就是把這個版本還原掉 這邊可能有一點點 跟理解上 就是你可能會想要直接對著 1.1按還原 可是實際上它是對著1.2 就是說 把這個還原掉 OK 還原它 它就產生一個revert 它這自動產生的喔 這個你 你不用擔心 它就會產生一個revert 帶上你想要還原的 那一個版本的名稱 好 這時候我們回到檢查看 我們 本來寫了一個結束的點 欸 結束點不見了 就代表你的已經被順利完成了 好 這其實就是 版本控制 一個最 基本 你最核心 你最常用的 功能就是 提交版本 以及還原版本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你只要會這樣指定 就可以一直做下去了 我說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那後面我們再介紹 多個人 要怎麼來操作的部分